两人相伴 心间的爱 肆意的滋生 爱的距离 或许就差一个勇敢 而这次的彼此 决心不再放弃了 两人的经历 短暂的分别 让他们明白了什么叫做值得 那次 翠花假扮泰勒的前女友杰西 那般忐忑地走进了父母家中 那是泰国的女友 泰勒第一次 带心爱的女孩回家 那一刻 家中的氛围 随着爱一滋生 那是一个信号 更是一个印记 出人意料的是 翠花在这个家中 表现得很自然 仿佛这里才是她的主场 身旁的泰勒下了一身汗 可 看到自己父母这般的笑容 还是有了一些慰藉 但此时 两人的爱只是一个空壳 夜晚的房间里 两人分床而睡 翠花多想更多地了解一下 眼前的女孩 可今夜 泰勒却选择了避而不谈 隔天的光景 依旧像往常一般 可没人知晓 两人的演戏 不过改变的是 自从这个家中 有了翠花 仿佛多了一位调和记 昔日要强的母亲 在她面前 也仿佛拥有了童真 翠花在的日子 这个家 变得温馨可人 甚至就连 两人的约会场面 翠花都张口而出 浪漫到泰勒都信以为真 奇妙的爱 渐渐接近的彼此 在一个又一个睡不着的深夜 浓情交汇 距离既产生美 也能产生爱情 两人的情况就是这般 那些浓情默默的夜晚 往往最能走进彼此的心 爱意的年代之间 爱的美好最值得 马上就到了圣诞夜 翠花被伯母邀请了 参加他们家庭的晚宴 那意味着一份重要的承认 意味着一份民族珍贵的信任 或许事情的发展 远远超越了自己的想象 泰勒慌了 眼前的她 仅仅只是一个雇佣的女友 这样的发展 她担心今后的未来 她选择了退缩 想要逃避 殊不知 泰勒的选择 也深深伤害了翠花 那天 回到屋子里 只剩下了空空如也的房间 跟一封离别的道歉信 还有报酬 翠花走了 什么都没有占据 圣诞夜的拆礼物时刻 泰勒却再次成了孤身一人 有些事情 失去了才明白珍惜 此刻也是 之后的生活当中 泰勒才渐渐懂得 原来自己的爱 早已经清朝出动 她再也跑不掉了 这次 她豁出去了一切 勇敢地找寻那个女孩 还好 爱没有走远 还好 翠花一直都在 那天 泰勒再次带翠花回了家 这次 没有什么狗屁结析 没有什么隔阂 只有那真真切切的彼此 共同面对接下来的所有美好